撒姆尔记上第十五章 撒姆尔对扫罗说 耶和华差遣我高丽你做他子民以色列的王 所以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 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 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的时候 亚玛利人对他们所行的 在路上攻击他们的事 我必要惩罚 现在你要去攻打亚玛利人 彻底毁灭他们所有的一切 不可怜惜他们 无论男女、孩童或吃奶的婴儿 牛羊、骆驼、驢子都要杀死 于是扫罗招聚众人 在提拉因数点他们 共有步兵二十万 另有犹大人一万 扫罗到了亚玛利人的城市 就在山谷中设下伏兵 扫罗又对基尼人说 你们走吧 离开亚玛利人下去吧 免得我把你们与他们一同消灭 因为以色列众人从埃及上来的时候 你们曾经以慈爱待他们 于是 基尼人离开亚玛利人去了 扫罗击杀亚玛利人 从哈费拉直到埃及东的舒尔 生情了亚玛利人的王雅甲 用刀杀灭了所有人民 但扫罗和众人联习雅甲 也爱惜上好的牛羊、肥牛犊、羊羔 和一切美好的东西 他们不愿彻底毁灭这些 凡是卑贱的、没有价值的 他们就彻底毁灭 耶和华的话临到撒姆尔说 我后悔立了扫罗为王 因为他已经离去不跟随我 也不执行我的命令了 撒姆尔非常愤怒 整夜哀求耶和华 撒姆尔清早起来 要在早晨去见扫罗 有人告诉撒姆尔 扫罗到了加密 在那里为自己立了一座纪念碑 然后转身下到吉甲去了 撒姆尔到了扫罗那里 扫罗对他说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我已经执行了耶和华的命令 撒姆尔说 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羚的声音 到底是什么呢 扫罗回答 这是众名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 因为他们爱惜这些上好的牛羊 要献给耶和华你的神为祭 其余的 我们都已经彻底毁灭了 撒姆尔对扫罗说 住口吧 让我把耶和华昨天晚上 对我说的话告诉你 扫罗对他说 请说 撒姆尔说 从前你虽然自以为为小 不是做了以色列众支派的首领吗 耶和华告立了你做以色列的王 拆遣你去 说 你去彻底毁灭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 攻打他们 直到把他们全部毁灭 你为什么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 急于夺取战利品 做了耶和华看为恶的事呢 扫罗回答 撒姆尔 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话 行了耶和华 拆遣我行的路 我把亚玛利人的王 雅甲带了回来 又把亚玛利人都彻底毁灭了 可是众民 却从那些战利品中 取了应当毁灭之物中 尚好的牛羊 要在吉甲献给耶和华 你的神为祭 撒姆尔说 耶和华喜悦 凡祭和平安祭 岂向喜悦人 听从耶和华的话呢 听从胜过献祭 听命胜过公养的旨游 因为背逆与行邪术的罪相同 顽梗与败虚无偶像一样 因为你弃绝了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也弃绝了你做王 于是扫罗对撒姆尔说 我犯了罪了 我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话 因为我害怕众人 听从了他们的话 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 与我一同回去 我好敬拜耶和华 撒姆尔回答扫罗 我不与你一同回去 因为你弃绝了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也弃绝你做以色列的王 撒姆尔转身要走 扫罗拉着他外袍的一边 一边就撕裂了 撒姆尔就对他说 今天耶和华把以色列国从你身上撕裂 赐给比你更好的人 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说谎 也不后悔 因为他不是世人 他绝不后悔 扫罗说 我犯了罪了 但是求你在我人民的长老面前 和以色列人面前给我面子 与我一同回去 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 于是撒姆尔跟着扫罗回去 扫罗就敬拜耶和华 随后撒姆尔说 把亚玛利人的王雅甲带到我这里来 雅甲欢欢喜喜走到他面前 心里说 死亡的痛苦必定过去了 撒姆尔说 你的刀怎样使妇人丧子 你的母亲在妇人中也要怎样丧子 于是撒姆尔在吉甲 在耶和华面前把亚甲斩成碎块 后来撒姆尔回拉玛去 扫罗也上他住所的基比亚自己的家去了 撒姆尔直到死的日子 再也没有看见扫罗 撒姆尔为扫罗悲伤 因为耶和华后悔立了扫罗做以色列的王 都叫我们刀 физ过后 跑道拿着 背课